62岁还能三摇跳伤 援手成名义的表现不一般呢 除了这个 评委对他的生活方式的改变也很好奇 您为什么在60岁左右 就已经得高血压和冠心病了 是吧 你原先的那种生活方式 和你现在的生活方式 对比一下 你有什么不同 原先是胡思海绍 抽烟 喝酒 抽烟 你的母亲和父亲 在农村抽茶淡饭 还有一些什么生活方式 我父亲八十八了 先去种地 就农村种了地 八十八还在种地 今天来争当健康英雄 但是事实上呢 你这个英雄 应该给你的父亲和母亲 你警醒了 同妹吗 你是在胡思海和得了病 回我的一卡 我爸我妈这样你警醒了 我需要你晋级 我给你举个牌 好 谢谢 我也给您一个晋级 主要是您能 那个战胜民的旗币 看样我不给就不行了 是吧 但是我给你这个原因 在哪 理由 你作为一个 我认为你是一个改变 生活方式的一个先例 你应该作为一个健康使者 把你的这种精力 传达给需要健康的人 好 我一定要坚持下去 好 好 好 那我还要提醒这个观众一下 因为他现在的高血压和心脏病 是属于当时是属于初期的时候 对 所以他的这个运动呢比较及时 对 但如果已经比较高 血压非常高 或者是心脏病比较严重的话 那要循序渐进 一下子像这样长跑 跳伤是不合适的 腾民意作为改变生活方式的健康使者 成功晋级 同时 这个晋级牌 也送给坚持健康生活方式的 成命意的父母 我们期待决赛时 两位长寿老人的到来 向你们学习 希望所有的家庭 都成为长寿家庭 订阅